你要幫忙嗎? 你要在幫忙嗎? 幫忙看 幫忙看 看有沒有帥啊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自行更換紗窗的紗網 我們這個紗窗的紗網其實已經破掉了 那我們搬過來這邊也差不多兩個禮拜 我都一直還沒有修理 但是呢因為晚上如果這個沒有關的話 都會有那種大的蜘蛛 這麼大應該是所謂的蠟鴉吧 會跑進來喔 已經跑了好幾次進來了 所以還是要趕快把它修一修 不然這樣門關起來都不通風喔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紗網先把它拆下來 把這個紗網先把這個紗網先把它拆下來 像這個鴨條 把它弄起來就拔了 那這個壞掉了就沒用了 那我們把這個拉起來的這個溝槽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屑屑 稍微把它清理一下 然後準備這個鴨條 新的鴨條 那當然你的舊的鴨條如果沒有脆化 還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先來比對一下它的尺寸 像這個紗網的話 五金行買的話 還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顏色 像我去的那一間五金行 它除了這個銀色之外呢 它還有賣一般 它是綠色啊 還有咖啡色 原本要買咖啡色 老闆說咖啡色會讓你整個光線看起來會比較暗 所以它不太介密 所以我還是買了銀色的 那其實換砂網它有 它有它專用的一個工具 是一個像 輪狀的一個壓桿 然後是為了壓這個 鴨條跟那個 砂網 一個工具這樣往下壓 那我之前是有買過一隻 但是因為搬家實在太亂了 我不知道我收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又不想要重買一隻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個就是像這種 衣製的 或者是這種 平平的一個 鐵件 然後什麼可以去壓這個鴨條就好了 啊還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不會立的枣子 這個也是可以 可以去壓 要兩個小惡魔回來了 然後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 它這個溝槽呢 就是利用這個 壓條呢 然後把這個砂網 整個這樣子 擠壓 然後把它壓著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們再利用一個工具 因為我剛剛有解釋說我沒有買那個工具 然後利用這個鴨條把它這樣子 壓進去 整排 然後到時候 砂網把它拉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施工吧 像這樣子 就是 整排把它壓進去 然後 它就會把這個砂網拉緊 然後到時候四個邊拉緊把它壓條 壓進去 就可以了 去來修理 對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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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到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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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在這裡 有啊 你那麼可愛 嗯 你要幫忙嗎 我覺得你們還是不要 越幫越忙 而且那個沙王的門的視角都很利喔 小心腳不要去切到 去踢到會受傷 你腳去踢到那個門會受傷喔 有沒有聽到妹妹 那你們現在繞來繞去幹嘛 等下滑倒 不要踩沙王喔會滑倒 我會給你乾杯 你可能會給你乾杯 我會來 played 你可以幹嘛 就說成功的 我會在外面認識 就算了 一頓独特大 我會有很多 你會覺得有點像 再次希望 OK 那這一面 我們就已經壓好了 那這個 這個紗網的話一定要拉緊 在壓這個壓條的時候 紗網一定要壓緊 那這一面弄好的話 到時候就直接呢 用這個美工刀 然後四個邊這樣子 把這個玻魚的網子切掉 就好了 那我為了讓它等一下方便施工 我這邊暫時先不切 然後接著用這一面 直接這樣子弄完再全部一起切 那我們完成了上面跟下面的紗網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用美工刀 把這個 把這個多餘的料把它切掉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切 好 那我們切的時候呢 不要切太裡面 好 要留一點點 大概兩三迷你 讓它有一個伸縮的空間 就這樣子 大概這樣有點水平 這樣順著切過來 要切 刀子 刀子要立一點會比較好切 切完之後就完成了 切完之後就完成了 好 那等一下再把沙門裝回去就好了 好 搞定 OK了嗎 OK了 完成 爸爸的那個沙門做好了 修理好了 他影片拍完了 你要幫爸爸說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這樣 要怎樣 喜歡影片要怎樣 喜歡影片要怎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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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一點 要記得訂閱加分享喔 好 拜拜 幫我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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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